台南市南区警察新村是过期全台南市最大的警察宿舍区 139区宿舍都达60区已经无人基大 今天是理工理事台湾投票率 台南市天气是真好 警察宿舍区的老中心宣明 准备8点就出门到下星星的集票做出面对的宣定 今天是理工理事台湾投票率 也是好天气 台南市南区警察新村 住在警察宿舍区的老中心的宣明准备8点就出门到下星星的一票 做出面对的宣定 为警察新村来讲 他这边的投票年龄层大概是在中高年龄的投票人口 然后如果说以我们新建大楼这边的来讲 又是以年轻人居多 所以这个是有悬殊的 那因为年轻人现在蛮热 我早上看了年轻人蛮热热热的来参与这次的投票 非常的棒 台南市南区警察新村 是设立全台南市最大的警察宿舍群 135公斤宿舍 都大62间没人来拨 中高年降台部分 当地的机民希望可以来渡行改变生活的环境 警察新村他是已经老旧的宿舍了 那因为人口一直外移 然后他也不能有新的警察再申请进来住 所以他目前的政策就是说 只出不进 那慢慢这边可能会朝向一个都更的 或者是新建社会住宅的方向去走 所以人口是以警察新村这边来讲 自然人口数会越来越少 目前台风也一直出现该做的社員 希望起因少年人来进驻 既正丹家新南区彩虹 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